但是以大家來講 譬如我當在家裡 通常 又或者你們看電視 最常聽到的會是什麼類型的清潔用品 寄拖 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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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淘汰 淘汰 是最常聽到的清潔用品 有沒有聽到一比多少的數字? 一比九 一比一九 一比四十九 有一比四十九 還有呢? 九十九 有一比九十九 一會兒袁姑娘也會講一下 究竟在什麼情況下用一比四十九 什麼情況下用一比九十九 究竟是怎樣混合出來的呢? 那個比例 是否用蓋子倒下倒下 是否正確呢? 一會兒也會講給大家聽 對呀 不對 所以一會兒袁姑娘也會講給大家 應該是一個比內的 不知道 對 因為他們害怕 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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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洗手的? 怎麼洗的? 要洗粉 親臟感應 要洗手指的 開手用頭 再洗 其實真的有些步驟 包括我們的手部的衛生 還有一些防護裝備可能在現在的疫情底下 都需要在工作的時候穿著 一會兒教大家 那些防護裝備是怎麼用的 怎麼可以保護你 怎麼穿的 首先手部衛生 大家都看到我的powerpoint 說手部衛生 看到? 好了 其實手部衛生是最基本、最簡單、最有效保護自己的 這些資訊其實不僅是幫助你工作的 你說現在疫情 大家出街 都可能有些擔心的 其實這些資訊都是幫到你 教你怎樣去保護自己 保護家人的 所以都認真地去聽 不明白 我們可以一起了解一下 記得是防止疾病 以及細菌傳播的好方法 我們要清潔雙手 剛才說過有用鹼液 我們用清水洗手 或者用含有70-80%的酒精搓手液 清潔雙手都可以的 當然如果你用酒精搓手液的時候 然後就要本身你的手是沒有一些很骯髒的東西 這樣就純粹是想消毒的 這樣就OK的 如果你說我本身已經碰到一些很骯髒的東西了 這樣就當然要用鹼液、清水再洗 這樣洗手呢 最少要有多少秒 這裡說 20秒 是的 20秒 還有我們有7個位置是要洗得乾淨的 所以為什麼呢 他經常都說洗手是有洗手七色的 一會兒我們都會學一下 袁姑娘 我想問一下七成和八成是有什麼分別的 因為 許爾斯尼至80%這些酒精輪到的搓手液 才夠幫你殺菌消毒 例如可能他有一些搓手液寫著只有50%的 可能他就不是殺了所有細菌 OK 所以就是要這個濃度的 那這些資訊都是衛生防護中心的資訊來的 哦 用什麼什麼 衛生防護中心 衛生防護中心的 是的 Santa for Health Protection 是的 那如果大家都有 譬如袁姑娘說完之後不記得 你們可以上回衛生署 或者衛生防護中心 那裏去再看 是的 那我們究竟在什麼情況下要洗手呢 吃東西之前 還有呢 去完廁所 還有 用過髒東西 用過髒東西 例如什麼髒東西 公共設施 嗯 一些公共設施 如果我打完蝦痴 用不需要洗手呢 要洗手 要哦 是的 那這裡說吧 提醒大家吧 打完蝦痴 或者咳嗽之後要洗手 剛才說得對 去完廁所要洗手 碰完一些髒東西 或者環境很髒 我們要洗手 又或者 哎呦 我覺得我的眼睛很癢 鼻子很癢 很想揉一下它 那但是我不知道 手乾不乾淨 或者剛才碰過什麼 那所以呢 我們要揉眼、口、鼻 之前呢 都要洗手 那當然呢 盡量不要抓他們 或者用 一些乾淨的紙巾抹 那或者我們煮食的時候 煮完了 我們要分一些食物出來給別人 或者吃東西之前 剛剛你們說過 洗手 都要洗手 嗯 要分開 嗯 對 對 要分開 那好了 剛才說了洗手的方法 如果我們的手 有明顯的污汁 是的 那或者去完廁所之後 都是要用鹼液 擦手的 擦完手之後 就要用水沖 那剛才有問過 之前用酒精搓手 就是在我們的手 沒有明顯污汁的時候 就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了 記不記得剛才說過 酒精搓手液的濃度 應該是多少個% 是70至80 70至80 是的 那究竟我們用酒精搓手液 有什麼好處呢 如果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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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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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洗 清 就用 擦手液了 可能有些時候 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 我們不舉啦 有 洗手液啦 是的 是的 可以用酒精搓手液啦 那 其實呢 以這個清潔的比例來講 最有效可以幫你的手做清潔的呢 第一就是普通的鹼液啦 好一點的呢 就可能呢 現在有些不同牌子的消毒 鹼液啦 或者一些泡泡的 是說明是 搓手 是有 這個消毒的成分的 是的 那最好呢 就是其實原來是70至80% 的酒精搓手液的 這樣用來這樣比較啦 我們看到 其實呢 原來呢 我們正常呢 手指呢 如果沒有做衛生 在第一格這裡啦 四隻手指都看到呢 我們沒有洗手的時候呢 那些 一隻隻手指呢 其實那些就是細菌來的啦 好了 如果我們只是用清水洗呢 都少了一點的 我們看到 少了一點 細菌的 那如果我們用鹼液洗手呢 就少了 再少一點 是的 少了很多啦 那如果我們用酒精搓手液呢 你看到哦 原來是沒有細菌的哦 那所以這個就是告訴你 為什麼我們 其實如果用酒精搓手液 都是好的 這樣呢 這樣也都方便啦 那剛才說了啦 洗手我們要 可能用多點時間啦 是的 那就是這樣搓手液 我們就會用少點時間的 是的 但是哦 如果我們的手很乾燥啦 或者發炎啦 脫皮啦 損了啦 這樣呢 有機會如果我們用酒精搓手液的時候呢 就會拿到就會痛啦 可能會不舒服啦 是的 這樣啦 但是如果我們經常用水洗手啦 用很多鹼液啦 或者尤其是用熱水的話呢 那也都會令到我們的手會乾燥啦 乾燥會脫皮 所以我們又要做一些手部的滋潤啦 這樣啦 那我們手部衛生剛才說過 很重要的啦 那如果我們呢 最好啦 剪指甲 就不要弄一些假的指甲啦 我們要定期弄剪指甲啦 就不要長過0.5厘米啦 有沒有人懂得剪指甲的 是不是個個自己會剪指甲的 我當然會 是哦 有剪的哦 給點手來看看 家人幫忙 家人幫忙 是不是怕你剪掉呢 是的 那我們要剪指甲啦 是的 個個都有兔子 記得我們小時候讀幼稚園的時候呢 我兒子呢 就每天都會吸一隻兔子回來的 吸一隻兔子回來 是的 怎樣才會有兔子的 你們有沒有試過 沒有啊 不記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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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個人清潔 整齊手甲啦 整齊手甲啦 不是很長啦 骯髒啦 Ivan 可能不知道 是在外國戴的 我們香港小朋友 讀幼稚園的時候 很容易呢 就會 老師要是吸一隻黑豬回來 要是呢 就吸一隻兔子回來 這隻黑豬呢 就是因為呢 可能他那天呢 我兒子會很緊張的 每天都會看看自己的那些指甲 整不整齊啊 那些衣服整不整齊啊 你不是說十幾歲 有十幾歲 我有兩個 你們兩個嘛 一個十幾歲 一個十幾歲 跟我們差不多 一個二十 一個現在二二年 一個差不多 二十二歲 一個十四歲 是 是啦 是啦 我們就記住盡量不要帶點飾物 因為第一做事的時候可能都會弄傷 如果我們清潔的時候可能會拿到手錶、手鏈 我們剛才說過洗手其實是有七色的 要做二十秒的擦手的步驟 我們就看看影片如何示範 在學校是否也應該有學的?洗手? 小學的時候也好像… 小學的時候也學的? 好,很像 小學生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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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看短片 我想問問有多少個分鐘嗎? 幾十秒 好,來吧 是不是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 有的 我可能還沒按分享聲音 等等,不好意思 沒有聲音 好的,我會或許幾個多小時 未來在東加5支手機 細節 最新的 看吧 再說一次 好 好 我想問一下大家看不看到洗手七色有哪個七色 有初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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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說你不是用初手的 有初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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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用初手來洗手 彈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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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臂,還有呢? 手碗 手碗,還有呢? 手指辣 手指辣,還有呢? 指甲 手指頭 手指甲 手指甲 還有呢? 手臂 手臂,我們沒有看到那麼上 不是 手掌 手掌 嗯 嗯 好 我們一起看一下 紙尖 一起看一下大家對不對 第一,我們是洗手掌 對 兩隻手掌 手掌對手掌 好,第二 就是呢? 手背了 就是說呢? 先洗左手,手背 再右手,手背 這樣洗 對 剛才大家都有說的 指甲 手指甲 又要塗好 好像還沒記曬 剛才那些 還沒記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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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我們現在就是學 對了 那究竟有哪七個部分要洗清楚呢? 洗乾淨呢? 好 好 然後洗完手指 之後呢? 我們就要洗手背 對了 洗完手背 我們就要洗手指甲 是的 很多時候 我們手指甲的位置都會洗漏 洗手指甲 還有我們叫做虎口的那個位置 就是呢? 抹大了第二隻手指 和手指甲中間那個位置 是的 那裡都要洗的 接著呢? 指尖 對了 剛才說呢? 洗指甲 其實我們就不是洗指甲 是洗手指尖的 最後呢? 現在就是手腕的位置了 就要洗乾淨 我又要問了 好 請說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要洗手腕的? 為什麼要洗手背呀? 不是啊 為什麼要洗手腕 噢 為什麼要洗手腕呢? 嗯 它也是手的其中一個部分 所以要洗完那裡 有時候我們都會放到那個位置的 是的 你覺得那個部分 可能少一點會碰到 對嗎? 是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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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洗手歌呀 姑娘 唉 對了 你想和我分享一首洗手的歌嗎? 剛才那裡有洗手歌嘛 是啊 我覺得有些手是不是洗手歌 洗手七部曲 好 好 好 我呢 有第二段片的 可能呢 它就會說得清楚一點 慢慢給大家看一下 每一個部分應該怎麼洗的 那麼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先 讓我喝太多 加入簡易 有沒有聲音聽到嗎? 有聲音聽到嗎? 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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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齊嘗嘗嘗 手掌互相搓洗 雙手搭埋 搓洗手背 十指交錯 搓洗手指 彎曲手指 搓洗指背 搓洗大拇指 和苦口 指尖在手心打圈搓油 最後記得洗手碗 提提理 用鹼液和清水洗手 或者用酒精搓手液清潔雙手 結首七部曲 同樣要做足 好了 那大家記不記得嗎? 應該記得吧 應該記得吧 是吧 那我們一起做一次吧 確保大家都真的學了是記得的 好 好 讓我再開一下 好 讓我再開一下 好 好 第一個部分呢 我們洗手掌 大家洗一下手掌來看看 大家懂不懂洗手掌 大家懂不懂洗手掌 不可以做的 對呀 洗手掌 好 接著洗手背 手背和手背是怎樣洗的 對呀 對呀 左右這樣洗 或者兩隻手背這樣拍完洗 雖然有些難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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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是不是 每個人都要做 對呀 洗手指了 對呀 對呀 好 AFTER 洗手掌 手指背 手指背? 對 是不是這樣? 對,對,對,對 你是兩隻手一起洗 怎麼兩隻手一起洗? 好,讓我分 不是這樣 讓我分享一下我的畫面 好 好 對,手指背是這樣的 就是好像兩隻手握著 左右 左右兩邊握著 這樣 對 OK 好 好 接著就洗手指弓了 用來看看 對了 對了 Ivan做得很好 接著就洗手指尖了 手指尖怎麼用? 手指尖怎麼用? 對,對 調做得很好 對 對了 東平也對 好 接著到洗手碗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洗手碗 因為手碗就是很多時候你都會那些 因為怎麼說呢 你穿衣服 你的衣服可能未必遮住整隻手碗 那就是說有機會 那個位置都會有機會暴露出來 就會染到細菌 那如果你很多時候 不記得洗它 那它那裡 可能你會放在手指 或者手掌那裡 那你就會放在眼裡 會要洗一洗的 對 對 那它是有它的原因 教大家要洗的 對 好了 我們看看洗手的過程 看到圖 很多時候我們就會遺忘了 一些要洗的地方 好了 紅色的是經常被忽略的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手指弓那些位置 手指尖那些位置 那樣 就很多時候我們會忽略了 忘了洗的 好了 藍色的那些 我們都有機會忽略了 黃色的那些部分 就是手掌那些部分 通常我們都會洗得到的 那剛才說過 那除了我們洗手 潔手之外 其實呢 都要保護雙手 因為如果我們整天 整損手啊 爆拆啊 脫皮啊 流血啊 那其實呢 都會影響了我們 很容易會有細菌入侵的 那所以呢 我們要減少用一些刺激性皮膚的用品 我們就定時用一些 譬如潤膚箱 潤膚 那樣去塗一下手 避免呢 在使用搓手液之前 或者之後呢 就立刻去洗手的 跟著呢 避免使用消毒的肥皂 跟著呢 就不要用一些很熱的水 還有呢 就避免呢 用一些 看先 喔 有時候呢 可能呢 有些人呢 習慣了呢 經常都去洗手啊 就算那隻手 可能沒有特別髒 又不是說碰過些什麼呢 他都會去洗手啊 用一些簡液啊 那樣的 所以呢 可能呢 就會影響了他的手 會洗走一些油脂的分泌 那樣呢 就令到他的手很乾啊 那樣 那樣呢 又令到他的手很乾啊 等等之類了 那所以呢 我們用一些清潔用品的時候 又或者呢 洗手的時候呢 都要選一些適合自己的洗手液 那樣 好了 到個人防護裝備了 講個人防護裝備 你們覺得會有些什麼呀 看來 沒有 有 嗯 有沒有 是啊 有沒有 手套 還有呢 還有呢 防護衣啊 防護衣 還有呢 你們現在外出都要戴的 口罩 口罩 對了 還有面罩啊 對了 或者面罩啦 對了 如果有面罩就不用戴那個防護眼鏡啦 隨便一樣都可以啦 對了 那就是鞋套啊 我們都是希望減少那個感染啊 或者那些呢 細菌的傳統啊 誰唱歌啊 很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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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標籤啊 這些標籤啊 五個啊 是不是啊 那我們可能在這些地方那裏呢 他們有個接觸防護的措施啦 對啦 有些 Failwood 我們也要提供我們啦 空氣 潤破的防護措施啦 也要提供我們 那其實呢 它呢 是告訴你 有些什麼 就是這些標籤啦 有些什麼的防護裝備 你如果去那個地方 你需要穿的 或者配戴的 那這些資料呢 可能都是關於醫院那裏的啦 所以呢 他們那些都是說回 在醫院那裏 究竟如果是 防感染的時候 要穿些什麼裝備 因為在醫院那裏見過 這些東西 是呀 是呀 在醫院那裏見過 那首先我們 剛才說過啦 我們要戴口罩啦 現在個個都戴口罩啦 口罩怎麼戴的 你們懂不懂戴的 因爲什麼 都戴口罩啦 是呀 戴 apa 著掩住 還有 警察 對啦 對對對 那麼其實呢 戴口罩呢 主要呢 是 是的 用這裡 用來吸引一 phone 是的 原來口罩通常有四層 通常有三層的 你知道那三層有什麼功效嗎? 原來每一層都有不同的功效 好了 第一層最外面的那層就是防水的 即是說如果外面有人跟你說話 他沒有戴口罩 那些口水噴了過來 因為第一層是防水的 這樣就不會那些水入到你的口鼻裡面 中間那層就是左隔病菌的 那是一個過濾層來的 到最後那層是吸水層來的 因為你都會呼吸 你自己說話又會有些口水噴出來 那他就幫你吸了你自己的水 那都規定了出街我們會戴口罩 那如果我們去食肆都要戴口罩 除非那些東西吃或者飲品到了 那如果我們要坐下聊天的時候 都不可以戴口罩 好了 那我們又看看口罩究竟是 怎樣戴 哦 這個看過了 這個看過了 我也看過了 自己的口罩 全都要遷留 剛剛看到口罩 都要記住先結手 將口罩的橡根從雙耳除下 盡量避免碰到口罩向外的部分 並應將用過的口罩放入有蓋的垃圾桶內 记得快点洗手啊 口罩不可以重复使用 如果撲損或者弄髒了 应立即更换 千万不要犹豫啊 我其实怎么看过呢 因为我以前学习 都有读这些有关的东西 是吗 我也是啊 我都看过 我以前都是读这些健康有关的东西 哦 那里学习 清洁方面 老师说这些东西 大致一点 讲多些东西差不多 或者少少不同 哦是吗 好啊 今天儿童节我们先听一首儿歌 教人戴口罩的儿歌 今天儿童节吗 两个四嘛 哦 你叫四号 你叫一夏月 你叫四号 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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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筋液洗洗手 拿个口罩 颜色面向外 金属线 眼泵泵泵放上面 两边 两边橡筋 翘二刀 手指 按一按 金属线 拉开口罩 遮晒鼻 后 下巴 cs 毛鸡筋 漂亮 周神 干一糟 谁唱的 这一句儿童话 在我们也是很强的 ừa 甚至 Jag 这个 feeling 我不想唱了 你 谁悉悉呢 谁能唱到这样一样 谁 哥 小朋友唱的 就是小朋友唱 是的 主要是教ish 小朋友只是如何去睡觉 那好啦,我想問一下,剛才他說口罩有顏色那邊就向外嘛,是不是? 是啊 如果我那次口罩是白色的,外面又白色,裡面又白色,那怎麼辦? 有鐵線那邊看外面 搞錯呀,是不是也有鐵線的? 不是啊,這張鞋,這張鞋都變有鐵線,多多一點 聽不到,說多一次 好,講一下,有斜斜地 斜斜地 對呀,他在說斜斜地,你知道他在說什麼嗎? 他在說斜斜地,你說得沒錯 我明明有什麼 斜斜地 外方口罩 他在說斜斜地是什麼意思呢? 我現在分享圖片給大家看 先 好,一個口罩,剛才在說分了三層 第一層就是防水 它防水的時候,其實呢 你們留意一下那些口罩 它那個咒開口的位置是向下的 我可以找個清爛一點的給你看看 我可以找個清爛一點的給你看看 有口罩在身上 我們可以看到一點點 是的 好了,維維我們可以看到你的樣子嗎? 關了音 關了一個 關了一個 關了音,但會聽到那個 維維? 我戴得對的 我不會戴那些款的口罩 哈哈,他擦截了他的樣子 發醜啊,維維 你還是戴了 你也戴了 是的,我那一隻不同 就是剛才你們說的 我也是一樣的 我也是一樣的 我那一隻 KF94 是的 是KF94 那一隻 幾萬八個口罩 是政府給的那些嗎? 蛤? 是不是政府給的那些? 幾萬八個口罩 在沙沙那裡 哦,外面買的 是的 你們收不收到政府那些抗疫包嗎? 我收到了 我也沒收到 還有沒有人收到啊? 我也收到 沒有啊 政府那些收到了 還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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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收到 是的,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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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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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等我一會兒我拿個口罩 我看到維維立刻拿一口罩出來 不用拿那麼多出來啊維維 不要弄髒啊 OK啦 全民不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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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說優先是老人家打 袁姑娘找到口罩回來了 立刻讓大家看 好,見不見到袁姑娘的口罩? 我見不見了 我見不見了 這樣 看到了 看到了 其實他的口罩 大家有留意一下 他這裏呢 有三項 而他的開口是向下的 面頭 如果當你前後都是白色的時候 可能很難分了 那怎麼辦呢? 口罩呢 就要留意了 這裏開口有三頁的 但記住開口是要向下的 因為這樣才 如果你有水射了下來的時候 不會塞著那些水 那些水是向下的 如果下雨就可以 向下的 不是下雨 是說別人的口水 如果別人跟你說話 別人噴了口水下來 這樣的時候呢 就會向下了 就不會摺著那些水 好了 那裏面呢 裏面那一層又是怎樣的呢? 裏面那一層呢 就是向上的 因為那些水是你的 是的 裏面來的 是的 那就會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那些人說呢 戴兩個口罩要好些 是的 有些醫生是建議戴兩個口罩的 那當然大家看一下那個需要性 是的 但是因為不同的口罩呢 都會有不同的 就是有些是用不同的物料 是的 有些不同的牌子的口罩 都真的有些不同的功能 是的 那所以大家呢 都可以留意一下 好 剛才說是全民檢測的 是啊 但是沒有說到要做全民檢測 他那個不是全民檢測 我意思就是說 他派了一些物資包給你們 好 那每個物資包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我看新聞說 就應該是有20個 就是快速檢測包的 哦 是啊 是的 政府就建議 我們應該所有全民 所有香港的居民 收到這些快速檢測包之後呢 就希望我們接下來 星期五、六日 連續三天 都在家裏自己做這個快速檢測 即是盡量自己做 是的 那做這個快速檢測之後呢 就看看 究竟有沒有檢疫呢 如果有檢疫 就立刻上報啦 帶回電話上去啦 那樣子 那樣子 因為呢 還在說有很多隱形的傳播 的事 是的 所以呢 哈哈哈哈 但是它說是自願的 是的 它不是強制的 是自願的 但是真的呼籲大家 為了自己好 為了其他人 那就應該要做這個 自願性的快速檢測 但是如果可以做可以做 可以做 是不是 可以說 聽不到 可以說 可以說 你可以說 你說自願性的 是不是 嗯 是 那是不是可以說 可以做 可以不做 是啊 對啊 但是都建議啦 呼籲大家做的 好了 祖恩呢 祖恩剛才想說什麼 不見了 可能就是告訴我想走開 好 不要緊 那我們繼續 好了 我先去洗手間 好啊 好啊 我們都會盡公民責任的 嗯 非常好 對了 剛才說的口罩啦 口罩其實都有不同的尺碼的 是的 有些人可能瘦一點 小一點的話 可能要小一點的口罩才對啦 這樣 那記住啦 戴完口罩之後呢 就不要經常去摸個口罩啦 如果那個口罩有爛啦 或者弄穿了就立刻要更換啦 脫下口罩的前後 就是脫口罩之前 我們要洗乾淨對手 脫完口罩 掉了啦 口罩掉了 垃圾桶了 都記住要洗手的 那記住我們脫下口罩的時候呢 就不要再摸那個口罩的表面啦 因為有機會呢 那個表面已經貼滿了那些細菌的啦 記住啦 用過的口罩可不可以 哎呦我留下明天再用先 收回它 行不行的 不行的 不行的 是啊 用過的口罩不可以再用 不可以重用 不可以重用的 那記住 要丟在那些有蓋的垃圾桶裡 是 好了 那可不可以我那個口罩 哎你沒有口罩我借給你啊 那行不行的 不行不行 不行 是啊當然不行啦 是啊 就不可以跟別人共用口罩 啊 我想問一下 如果新口罩呢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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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口罩 可不可以 給別人啊 聽不清楚 Ivan你再說一次 我如果 口罩是新 的話 沒有碰過 沒有整個口罩 可不可以 給別人用啊 哦 如果人家有需要 想問你借 那你借過新的 完全沒有用過 又乾淨的 給他那當然可以啦 現在說的是 我自己用過那個口罩 就跟別人共用 我都一齊 我用完 給你用 你用完給我用 那就不行啦 就是這個意思啦 好了 本來現在這樣的警方 沒有傳染啊 現在這樣的 是啊是啊 那當然要 小心為上啦 好了 我見到剛才都有 好啊 回來了 好啊 不如我們現在 休息一會兒 我見到有些 剛才說要去洗手間 那我們 11點回來啦 好嗎 好啊